我们来介绍三角函数的积分另外一个题型 就是SINE 跟 COSINE 混合在一起 或者是SINE 跟 SINE COSINE 跟 COSINE 混在一起的时候 这怎么积分 那么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像遇到像这样的题目 有SINE SINE 6X 这个两边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的话 直接用其他的公式去做 我们只有一个公式是可以把它混在一起 这叫做什么呢 我们叫做激化核差公式 我们看一下激化核差公式 激化核差公式的话 我们在前面有证明 它就是复角公式的一个变形 那么我们要看看 这是SINE 跟 COSINE 的合并 这是SINE 跟 SINE 这是 COSINE 跟 COSINE 各位同学看看 这个里面 我们用到的是哪一个 SINE 跟 COSINE 所以我们用的是这一个 来 我把它先记下来 SINE 的 AX COSINE 的 BX 我们把它并在一起的话呢 可以把它写成 二分之一 我们的口诀是 SINE 乘以 COSINE 等于 SINE 加 SINE 这边是加起来 前面的话呢 是角度的相加 后面是角度的相减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公式先拿掉 这怎么做呢 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直接并在一起 利用上面这个公式 我们的话呢 把它改造成二分之一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再复习一次 这是 A 这是 B 那么的话呢 两个加在一起就变成了 6X 加上 4X 就变成了 10X 再来的话呢 是加上 SINE 乘以 COSINE 我们再提醒同学 是 SINE 加 SINE 那这么说的话呢 6 减掉 4 是变成了 2X 好 这个题目的话呢 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题目了 因为各位同学要知道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不论是多少倍的 X 这些都可以直接积分 直接的话呢 直接就可以写答案了 来 我们就继续写了 这边等于二分之一 我们照抄 那么各位同学来想一下 谁的微分是 SINE呢 那各位同学知道 一定是负的 COSINE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写了 负的 COSINE 这是几呢 10X 当然答案也是 10X 负的要小心哦 我们的话呢 处理的时候 我们的话呢 把它框起来好了 这边的话呢 有 10 这边前面就要补上一个 十分之一 再加上 这边的话呢 要注意的是 二分之一的话呢 是全部都有 所以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要外面还有一个中瓜糊哦 来 我们再看下去 SINE的话呢 2X的积分是 负的 COSINE的2X 好 然后前面还要再补上一个 二分之一 这边是2 这边就是2 于是我们的话呢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么我整理一下 我们就写出答案来了 这边是直接写了 我们把这个中瓜糊拿掉好了 变成了负的 二十分之一 然后这边是 COSINE的 10X 这边也是减的 减的放在前面 这边是 四分之一 那注意的是 外面有个二分之一 这边的话呢 是二分之一 合并在一起 就是四分之一 COSINE的 2X 再加上 C 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说 当各位同学遇到的是 SINE跟COSINE 混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的技巧就是 激化核差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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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